现在很多人都会有重洋媚外的心理,也就是外国的产品都是好的。 随着现在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,出外旅游人的油也是越来越多,所以很多人都会在国外买很多东西回来,但是近些年又有一个新兴的行业那就是代购,这个就更加方便了。 而说起韩国泡菜大家都不会陌生,韩国泡菜中国的话可能并不是稀奇,但是在韩国的话那可是国宝级的东西了,因为在韩国把泡菜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,还专门设定了国家节日,在韩国一日三餐都来不开泡菜。 但是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在2017年的时候统计出来,韩国泡菜向中国的进口量达到了28.56万吨,这一数据也是出口的十倍,如此大的逆差足以说明韩国泡菜大国都是来自中国,而韩国不少网友也表示,连我们的国宝都抢,中国制造快滚回去吧。 而对此中国网友也表示,你确定这些泡菜都是你们的吗?不过这也恰恰说明了制造的实力,不少的国家的产品东西我贴着中国制造的标志,可还是很多人却花费不少的钱购买国外的产品,小伙伴们说这个是为什么呢?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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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